12月22日,中国机体电路社基业2021年汇集无锡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SCCD2021举行。 在当天上午的主题演讲环节,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振球做了主题为半导体产业的新时代的主题演讲。 在演讲当中,罗振球介绍了台积电现实在先进制程、先进封装方面的布局, 并宣布台积电将于明年三季度推出,全新的针对骑车电子的N5A工艺平台,该平台将完全符合车柜级标准。 摩尔定律继续有效,台积电2023年量产3纳米,近年来,随助电晶体微缩变得越来越困难。 联电,革新相继放弃10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的研发,摩尔定律的头号践行者英特尔在电晶体工艺制程的推进上也是持续放缓。 业界出现了众多关于摩尔定律放缓或者摩尔定律失效的说法。 对此,罗振球表示,虽然有很多人受摩尔定律在减速或者是在逐渐消失, 可是事实上,台积电正在用我们的工艺证明了摩尔定律仍在持续在往前推进。 台积电的7纳米是在2018年推出的,5纳米是在2020年推出的, 我们在2022年会如期推出3纳米的工艺,而且我们2纳米的工艺也在顺利研发。 众所周知,对于工艺制程来说,主要是看三个方面的名额。 效能、功耗和面积。 从上图当中的数位,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从7纳米到5纳米再到3纳米。 组织面积里面的电晶体数相比上一代都是会增长1.7到1.8倍。 效能部分每代都会提升高超过10%,功耗的部分也和过去一样。 同样效能情况下,功耗可以降低20%。 罗振球强调,即使在疫情期间,电晶体科技发展依然是没有减缓, 依旧依照着原来的步调持续前进。 虽然近期外界有传闻称,台积电的3纳米工艺开发遭遇困难, 可能将导致3纳米推出的时间延期。 但是,罗振球在会后接受新质讯专访时表示, 那些都只是传闻,我们会如期量产3纳米。 根据台积电官方的资料显示, 台积电的3纳米相比上一代的5纳米工艺, 在罗技密度上提升了1.7倍,性能提升了11%, 同等效能下功耗可降低25%到30%. 而对于未来如何实现电晶体的进一步萎缩, 罗振球透露,这主要有两个方向。 1.改变电晶体的结构,现实三星已经决定再三。 NM采用全新的环绕山级电晶体GAA结构, 而台积电3纳米仍然是其市场效电晶体分配的结构。 不过,台积电研发NanoC-Nanowire的电晶体结构类似GAA超过15年, 已经达到非常扎实的效能。 2.改变电晶体的资料,比如可以采用二维资料来做电晶体, 因为变薄了,电量控制也可以做得更好,而且效能可以更强。 这两个方向,台积电会齐头并进。 罗振球说道,延续摩尔定律经济效益的另一方向, 3D封装 众所周知,摩尔定律并不仅仅是每隔18到24个月电晶体数量新增一倍, 而且获得这个新增一倍的电晶体的价格还要保持不变。 但实际上,随助先进制程的持续推进, 不论是晶片厂商还是消费者, 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近年来是在持续增长的。 那么如何来维持摩尔定律的经济效益呢? 3D封装技术 3D封装技术被认为是在保持整个晶片的系统及性能提升的同时, 成本也能够得到很好控制的一大解决方案, 它可以让组织体积下的电晶体数量成倍增长, 且仅部分电晶体可能需要采用先进的工艺。 罗振球表示,在3D封装方面,台积电已经布局了超过10年, 现实,台积电已将先进封装相关科技综合为3D FAB RIC平台, 针对前段的综合晶片系统SAC, 针对后段封装的综合型散出N4以及科沃系列家族。 如果在一些晶片公司的发布会上, 看到它的封装面积大于20mm20mm, 那么它大概率采用了12.5D封装或者3D封装技术做出来的。 未来大家会持续看到更多采用台积电3D封装技术的产品, 不仅面积更小,效能也更强。 罗振球说道,集成电路科技发展趋势。 对于集成电路科技的发展趋势, 罗振球认为,将会有三大方向。 一,晶圆制造的电晶体继续萎缩。 二,3D集成,就是把很多晶片堆叠起来, 做一个立体式的晶圆结构。 三,软件与硬体协同化设计。 当客户在定义一个产品的时候, 就让硬体跟软件研发人员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在做晶片设计的时候, 将其切割成一个一个的区块吃泡。 心力,然后把各个区块的规格定义出来。 看哪一个区块用什么工艺最合适, 这样就可以高效地使用3D封装技术来, 以较低的成本实现符合预期的效能和功耗。 罗振球透露, 现实台积电最新推出的晶片, 单可已经超过500亿个电晶体。 如果看系统层面的3DIC, 现实已经推出的最多的是拥有超过3000亿个电晶体。 这是台积电现实已经做到的, 未来还会持续推进。 电晶体制造的五大核心, 在罗振球看来, 电晶体科技有五大个核心的注重点。 一是, 效能是否能够继续提升, 速度是不是能更快。 二是, 功耗能不能继续降低, 更省电, 特别是在可穿戴领域, 尤为重要。 三是, 晶天面积能不能继续变小。 四是, 能不能提供一个完整, 全面的工艺平台, 从而能够做出一个完整而高效的产品。 五是, 产品的质量要非常稳定, 做出来的产品才安全可靠。 比如, 手机里面除了有主晶片之外, 还有射频晶片, 电源管理晶片, 图像感测器等等, 还包括很多类比晶片, 射频晶片, 嵌入至存储晶片, 同时还要做人籍交互界面的科技, 光学科技, 视觉技术, 升学科技, 移动追击科技, 生物资讯识别技术, 只有将这些晶片和科技集合在一起, 才能做出一个有用的产品。 所以完整, 全面的工艺平台, 对我们非常重要, 不仅是数位晶片多少纳米制成, 还要看类比, 射频, 嵌入式存储等方面的工艺, 我觉得各个平台的工艺要齐头并进, 才能做出有效而好用的产品。 罗振球进一步解释道, 最先进的汽车晶片工艺平台N5A,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资料显示, 全球车用微控制器MCU市场禁酒, 成集中在全球顶尖的六大IDM厂商, 其中外包生产的60%至70%的车用MCU由台积电代工。 因此, 去年年底爆发车用晶片紧缺问题之后, 今年年初, 美国、欧盟等政府纷纷与台积电沟通, 希望能够保障汽车晶片供应。 随后, 台积电也开始积极地增产车用MCU。 此前台积电公布的资料显示, 今年台积电的车用MCU的产量将较去年将提升60%, 需要指出的是, 相对于其他消费类的晶片量级来说, 车用电晶体现实的市场规模还是相对比较小的, 而且大部分主要被头部的IDM厂商所占据, 所以台积电等代工厂拿到的车用晶片代工订单金额也是相对有限的。 根据资料显示, 2020年全球车用电晶体的总产值为374亿美元, 其中台积电所贡献的营收仅占全球车用电晶体4.07%, 但是, 随助汽车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 汽车对于电晶体需求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 为此台积电也开始加大了在汽车电子领域的布局。 在会后采访环节, 罗振球也向新智勋表示, 汽车电子是台积电非常看好的一个市场, 虽然现实整个汽车市场的增量已经比较有限, 但是电动汽车对于传统燃油车的替代,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而且每一辆电动汽车, 随助智能化、联网化、 乃至自动驾驶水准的提升, 对于汽车电晶体需求将是会呈现很多倍的增长, 所以这个领域有助非常大的市场机会。 在此次的ICCAD2021会上, 罗振球公布了台积电针对ADF和智慧数位价, 使仓了汽车晶片的5纳米工艺平台N5A, 这接续台积电在16纳米, 7纳米之后的最先进的汽车电子工艺。 据介绍, N5A将符合AEC-2100,ISOR-6262, IATF-16949等汽车工艺标准, 将会在2022年三季度推出。 罗振球强调, 汽车电子是全世界最讲究安全性、 可靠性的一种工艺科技, 它会用在辅助驾驶、智慧坐舱, 或者是未来的自动驾驶商, 所有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非常重要, 它在这方面的要求要远高于效能和功耗。 三年内投资1000亿美元, 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未来持续推动在先进制程, 先进封装上研发, 以及产能方面的提升, 台积电此前就宣布将在2021、 2022、2023年累计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 另外,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 以及顺应全球减碳的大趋势, 台积电已经确立了碳排放的长期目标, 即在2025年实现碳排放量灵增长, 到2030年碳排放量将至2020年的水准, 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节能减排这个是没有办法妥协的, 这个是全人类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用最大的力量去节能减排, 因为电晶体制造是高能耗的产业, 我们会致力于节能减排减费, 让这个行业继续地发展, 不会影响地球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正 转发 打正 压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